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鷹姐 現在是七月尾 還未到八月 但天氣已經很熱了 今天應該有三十一二度 所以大家看到我現在都是短袖衣服 短褲就可以外出 所以天氣方面大家不用太擔心 今天趁天氣好 我打算出來買一些家品 我背後這間是Dunaym 賣家品 價錢也挺便宜 有點像日本城 或者像香港的吉思島 現在帶大家進去看看有甚麼購買 這次我來到Dunaym 也是比較大 它有兩層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家品 和小型的傢俬電器賣 大家可以看看 它好像現在有一個地方給大家吃東西 進來當然是看看床上用品 我今天主要是幫我老公買枕頭 順便看看皮 雖然天氣熱 但說真的 這裡的天氣也有少少反覆 熱的時候可以去到三十多度 有時下雨的話就去到二十多度 都是時候買好皮放在家門口 看看床上用品 它其實都好像現在傢俬 都會有點Display 讓大家看到配合一套的效果會怎樣 到大家買了房子或租屋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參考一下他們怎樣設計睡房 經常有很多香港人都會擔心 他們說香港的針數 即是床單 皮膚的針數會比較高 怕來到英國就買不到漂亮的針數 就沒那麼舒服 但其實我看到這裡都有不同類型 不同針數的給大家選擇 當然 針數越高 雪色程度越高的話 價錢也相對比較貴 但你說種類一樣都有很多 讓我摸一下這些質量是否真的多好 大家會看到其實它有很多不同款式 亦有很多不同顏色給大家選擇 所以我都不會太擔心找不到適合自己 當然 如果你說有些在香港用的 你又很喜歡的 你也可以帶來的 它除了床單 皮膚 各樣東西之外 枕頭的款式都有很多選擇 大家可以慢慢選擇 價錢也不是很貴 你也可以看到 它最便宜的 未夠10磅的也有 去到很貴的 像這些Memory Foam 即是記憶棉的枕頭 它30比磅就有了 天氣冷了 我們要買一張皮的話 它這裡也會有教大家怎樣選擇 不同的湯是在不同的時候用的 你說需要帶些羽絨被 其實我覺得可以在這裡選擇都可以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的羽絨被 其實都是歐洲運去賣 所以價錢反而在英國買 還會便宜一點 有些朋友都會關心到小朋友 就說小朋友用開一些卡通 或者是一些公仔的床單被鋪 其實這裡一樣都有選擇 不過可能類型會有些不同 除了床上用品之外 一般的家品 鐘、相架、畫框 全部都有得賣 你說選擇多不多 我現在看已經是眼花撩亂了 其實作為一個家庭主婦 大家都知道 家裏有很多淋淋滋滋的東西賣 當時我在香港也有很多家品 很捨不得 不過說真的 來到英國我們重新生活 當作是一個好時候 讓自己可以買新的東西 這裡的價錢 我真心覺得是不太貴的 當然 你說有些很便宜的也有 很貴的也有 不過我看到他的家品 其實設計也很漂亮 甚至乎很多都是一套一套賣 買了一套煮食的時候 其實個人也會開心一點 另外如果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先生也挺喜歡喝酒 我發現在英國買的酒杯 比香港買便宜很多 甚至乎有一些有牌子的水晶酒杯 這裡可能是賣幾磅一隻 稍後我會有另一個特輯 會帶大家去尋寶 找一些有牌子 但又便宜又漂亮的東西 大家一定要記住留意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要按讚和訂閱 好了 又看看我們現場有什麼買 煲煲餐餐當然是小不免 家庭主婦來說 其實還有很多工具要買 這裡還有很多煮西餅 焗蛋糕的工具可以買到 價錢比香港還便宜 遲些我會和大家一起示範 做蛋糕 焗西餅 除了煮食之外 認識我的朋友也知道 我有時會做一些小手工 例如勾一下東西 或者織一下東西 這裡也有得賣 大家可以趁著有空的時候 買花Dee 回家 消遣一下 當是娛樂一下 讓我選一份 這裡也有挺漂亮的桌布 讓我買一張回家 下次你們看我煮菜時 就會看到一張新的桌布 價錢也有點不貴 還有很多其他縫印的用具 不過車衣我真的不熟 看看也好 還有一些是牆紙 大家如果懂得一些 這些工具如何使用 都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佈置一下自己的家 當然有些很簡單的 例如 打牆 掛鉤 大家也可以在這裡買一些 簡單的工具去輔助一下 價錢也看到 其實不會比香港很多貴 所以沒什麼需要的話 都不需要特別在香港買過來 或者運過來 或者運過來 大家也看到 其實他們很多家品 用具都會在英國本土 或者在歐洲附近其他國家 運過來 或者在那裏做的 所以質量一定會比香港買的更加好 其實來了英國一段時間 我最近都是忙著看樓 各位網友可能都會看到 我經常會帶大家到處看環境 或者一些房子 價錢 租樓 或者買樓 要注意的事項 主要是因為 我們都打算在這裡落地生根 所以我都很努力去找房子 也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我找房子的心得 其實我們本身心目中有一個選擇 現在就和對方在談價錢 大概都可以進行到七七八八 我們都到時要添加一些家品 所以這一陣子 我就會開始到處找家品 電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又可以告訴大家 有什麼要注意 不如我們看看這裡的床褥 價錢方面 我覺得這裡的床褥 其實比香港還要便宜一點 很多都是Made in UK 我個人選擇 就會買歐洲貨或英國貨 就不會像香港一樣 用回以前的本土或中國貨 不過這也是我個人的選擇 大家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衡量價錢和質素 這裡除了一般的家品之外 小電器都有不少 例如這些燈蛋 各樣東西都可以賣 小型的電器 例如風扇 烘斗 水壺 都可以賣 價錢都是比較便宜 我覺得有點像吉之島的感覺 例如這些打蛋器 14磅 真的百多元便可以賣到 我覺得絕對可以在這裡買 其實來到英國一段時間 我的家檔都還未運到 不知不覺間 其實我自己都已經賣了不少東西 所以有時我都會覺得 其實大家不需要運太多東西來 因為到時 家檔來到的時候 你本身又已經在這裡買了一些用品 很多時候都已經會重複了 我就覺得會比較浪費金錢 所以大家沒有必要 都不需要運太多東西來 另外 有很多朋友有一個問題 是很關心的 就是水質的問題 香港我們全部都是軟水的 因為香港多數都是用水塘水 經書水管去到家裡 但英國是用地下水的 他們全部都會經過地下 才會拿水上來 就像我們以前用井水一樣 因為經過地下 就會有很多礦物質 進入水裡 所以水裡 就會有很多礦物質 形成在這裡 大家會稱呼這些為硬水 之前有傳聞說 喝醉這些硬水的話 就會令到你有生腎石 或者有其他疾病 其實這些都是謬誤 基本上飲用硬水 是不會影響人的身體健康 甚至乎會對你身體有益 不過也有人說 用硬水洗頭 會令到自己會脫頭髮 所以也有些人 會用一些濾水器去濾過水 然後才煲來飲用 所以如果大家怕不習慣 或者想穩陣一點 都可以買一個濾水器回家用 價錢也不貴 當然 這也是視乎個人的選擇 我英姐想給大家一個小貼士 一般的超級市場 和這些大型的購物中心門口 都會有一些免費的泊車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任拍的 不過通常他們都會有一個時間限制 例如90分鐘 兩小時之類 大家不要以為不需要拍票 就不需要計時 他們很多時都會有一個閉路電視 大家也要跟著規矩 不可以超時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我也是時候回家了 下一次再和大家說說 其他購物心得 多謝 拜拜 再次 wel Late seconds 收藏 收藏 monopol 總一 Nos 我們 感谢观看